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谈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 那么它发生在长江 首先咱们先来谈一下还是郑州的暴雨情况 近日郑州的一场暴雨所引发的巨大灾难 目前已知的郑州伤往最为严重的地方 一个是被淹的5号地铁 一个是京广路隧道 京广路隧道全长4.2公里 双线共有6条车道 据报道,在7月20日暴雨和泄洪的夹击下 隧道在5分钟内就被淹没 而当时的隧道堵车有几百甚至三千辆车处于这个隧道中 这其中有多少人善命 外界有很多的猜测 从几十人到几千人的不等 其实有人会问说,你怎么知道隧道里堵车呢 这个我还真知道 在推特上我看到一个视频 里边很短的一个小视频了 就是里边堵车的时候呢 有一个小伙子出来就是走了几步 因为堵车嘛 所以他坐在车里可能坐时间久了就出来走走 有这么一个视频啊 当时在推特上传的很广的 其实隧道中究竟有多少车链 有多少人 大概有多少人失去生命 河南当地政府应该是最为清楚的 据中共青年报的报道 驻守在河南新鲜的中共第83集团军 官兵们已经到达郑州市 部署在京广北路隧道 中共军队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维稳现场 应该是因为从2018年1月起 这个武警部队由中共中央 中共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地方各级党委、政法委、政府以及公安部门的无权调动 这个武警部队 中共83集团军官兵进驻京广北路隧道周边 一方面说明这时得到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批准 甚至中共军方高层乃至中南海高层是知晓此事的 另一方面了解背后原因的军方高层和中南海同意出动军队 最大的目的就是掩盖死亡人数增现 避免引发民众的怒火 从而引发政权危机 也就是说习近平下的命令 因为现在军权掌握在习近平的手里 没有习近平的同意是不可能的 中国有句古话 水能载舟亦能复舟的道理 不管中共和中共高层是否先信 都从不成落空 当下中共还能获得多少人心 从高层几年来连续发出亡党之音就可以看出 郑州灾情下 高层和中共当局的漠视和选择掩盖针线 其实就是在为不久后的覆灭天砖家瓦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段视频显示 残尖源头 金沙尖水中坝大桥下 尖水倒流 这个是很诡异的 尖水竟然倒流了 有网友说 六月河南新鲜飞雪 就是下起了大雪 这次河南就出大事了 现在四川宜兵尖水倒流 可能又要出大事了 网友拍摄视频时连连称奇 感到异常惊恐 你们看中坝大桥 这桥是 桥有水 桥水面上 你看施水朗流过来 你们看这好黑人 你看中坝大桥 你们看 哎呑 我还从来没看到过 第一次看到几十年 你们看 往成东方向看 你看 你看 你看这是什么牲子来了 这个物 你看那些浆的水 往上游来 赶紧过来了 赶紧过来了 你看到这个水 倒流往上倒流 看到没有 你们看哈啥 好奇怪哦 哎呀 这又不是这湖 你看这水往倒流 往上游来的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游凶了 这水啥过来 这水不游 哎呀 好黑人哦 这是啥气候哦 你们看哈啥 哎呀 倒几天就上来的 你看到没有 这个水浪 水浪是倒几天上来的 你们看哈啥 这是 这是老天下的命令哦 这金沙江你看到没有 中马大桥底下 水往上游来 看到没有 哇第一次看到 哎呀 好黑人的 这是啥气候哦 这啥气候哦 夏江北那个方向 完全看不到了 屋的来看不到了 中马桥都看不到了 你看哈啥 这水 水往上游来 看到没有 水往上 浪子往上浪 看到没有 被浆子 你看这浆啊 你们看浆啊 你们看浆 哎呀 这啥子原因哦 你看 先是从 我从中马大桥开始拍 你看现在 我们在面前了 江云城面前了 马上就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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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云城了 你看 他 哎呀 哎呀 还有黑人 哎呀 这啥子天气哦 你看哈 这水啊 连了我们家了 要连了 哎呀 这 哎呀 第一次看到 水往上浪 看到没有 往上流 看到没有 倒流 水倒流过来的 看到没有 往上倒的 看这种花动画片一模一样 老爷 这种形犯 哎呀 这啥子原因啊 你看 这种形犯 跟上次我拍的 我看 你看 我倒在那里 啊 脸龙面前了 你看 这脸龙面前了 江云城面前了 太黑人了 我在 我在家头 这两台给他拍的 客厅头拍的 你看 哎呀 这啥子的原因啊 你看 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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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中传出 一男一女 还有一位小孩的声音 边看尖水 边连连称奇 网友以四川口音说 你们看看 中坝大桥底下 水倒流了 往上流了 几十年了 这是第一次看到 好吓人啊 你们看看 中坝大桥都看不到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宜兵地方论坛网友也发布了 这个视频的截图 很多网友担心 这是不是大灾难的前奏呢 大家还记得 1998年 残奸流域遭遇的 世纪洪灾吗 当时有专家给 江云城面建议分红 但是江云城面拒绝了 为何不接受专家的劝告呢 坚决不同意从 祭奸分红呢 后来有人传出 江云城面当时先信了 在中南海走红的一位 医学先生 透露着要保龙脉的玄机 其实江云城面是 赖蛤蟆 他是蛤蟆精 江云城面先信如果 从祭奸分红去分红 主动决题 就等于挖断了自己的龙脉 就是蛤蟆脉 其实不叫龙脉 1998年是虎年 正是坚决明上台近十年的 第一个本命之年 坚决明更是不敢怠慢 于是决心严访死守 绝不可主动开闸泄洪 造成了人间悲剧 令无数生命被洪水吞食 现在长江水倒流真是不闲之道 中共是倒行逆施 河南大灾 习近平跑西藏当土皇帝去了 他的保驾一路上被战族光源们 扔了很多白色的哈达 都快堆积成山了 白花花的 西藏人这么干 有一种十里长江送一尊的试感 感觉有些不吉利 一尊还称黄盖赏 这是你随便用的吗 还找那么多喇嘛给你迎接 这是中共又在破坏脏床佛教 脏床佛教的耻辱 而且还有街道清空 一路长街送哈达的场景 如果车里是习近平 那就是给他送战 因为都说是在向哈达 那么怎么看起来 像白校布一样的乱扔呢 这是习近平真的要捉死了 真是不捉不死 据文献记载 金沙江古时候称神水离水 位于巴塘河口 到四川省宜宾敏敏坚口 长的是3464米 明代许侠客对金沙江和敏坚实地考察后 写下了著名的坚缘考 最后他自己做出判断 推坚缘者 必当以金沙坚为首 残坚和黄河并称为中华文化的母亲河 孕育了残坚文明和黄河文明 并代表了中华文明 如今残坚源头出现异险不得不让人联险到中共 作而多端倒行逆施 连残坚水都要倒流了 或许中国在不久将会发生巨变 那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是启明 如果有朋友对我们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麻烦点赞订阅分享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